刚子讲故事 刚刚有意思 各位伙伴大家好 欢迎来到故事刚刚好 我是刚子 最近咱们一直在说这个四大名著 这都是大铺头的 写的也都挺精彩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一下 我觉得西游记是 苦练七十二遍 笑罪八十一难 那三国写的是啥呢 争 你看老话说 乱世出萧雄啊 世道那么乱 咱们先不说什么建功立业呀 就光为了活命 你就得去拼 去搏 去奋斗 随虎呢 这个故事 我看归纳起来就一个字 义 义气的义 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快义江湖 七千行道 酣畅淋漓 《红楼梦》呢 他写的是个情 哎 整本书你看 他就拿这个宝袋拆 仨人 感情当主线 给串联起来的 公认的四大名著之首 就是这本《红楼梦》 你到哪儿去啊 我回家去 我跟你一块儿去 那我死了呢 我坐和尚去 怪不得他们俩姐姐比杨贵妃呢 真是太妇态了 娘 一本儿女情长的书 你要是说 就拿它当一本言情小说看的话 那把这个就是读浅了 读错了 今天咱们就先给大伙说道说道啊 这《红楼梦》为什么是四大名著之首 首先它是唯一一本 以女人为主的书 你看 另外三本写的啊 是不是写的都是男的 第二一个 它塑造的人物很真实 什么叫真实呢 就是 它不是脸谱化的啊 不是简单的 能用好人坏人 咱们区分开 不是 这一点就跟我们现实中的人性特别像 啊 复杂 多面 甚至毛子 谁不知道我那媳妇 比儿子还要强识背呀 我那空面的妹妹 你怎么丢下我去了 如今家里艰难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里还有二三十两 要就拿去 安也罢 逮也罢 带点东西 你们街坊临售看得也热闹些 也是上城一趟 玉村 你跟中顺府还能说得上话 有什么事还得劳你多多握旋 不劳丰富 所以说从文学艺术这一块来说 确实是比另外三部要高一点 第三 围绕着红楼梦 衍生出了一个特别庞大的群体 这个群体干什么 就专门研究考证这红楼梦 这大伙都知道起个名叫红学家 是吧 这个团体有多着人呢 这个啊 要说成千上万呢都是搂着说 没忘多了说 而且呢粉丝的质量特别高 基本全是大文豪 大学者 你看往远点说 王国为啊 胡适啊 蔡元培 望近点说 冯西雍 蒋勋 刘新虎 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说怎么这么多人研究这红楼梦呢 那是因为啊 这书啊 太难读懂了 这书里头让人琢磨不明白的地方太多了 引发的争论也从来没停过 这其中最大的争论 就是这本书到底是谁写的 作者是谁